很多人分了手以后都很难忘记自己的前任 总是恨自己不争气,老是走不出来 不知道生活还怎么继续 无法忘记自己的旧情人 其实原因就以下几个 第一点,促锦生情 两个人热恋期都会一起去很多地方 即使就在公园的小路上 手牵手散散步都是特别甜蜜的事情 可是分手你再来到你们曾经一起待过的地方 你的心里肯定会有种不是滋味的感觉 脑海里以前的画面都会出现 但你克制自己不要去想 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会让你心里特别的烦 有一次我新认识的男友 他订了餐厅请我去吃饭 去了以后我懵了 订的是我和前男友来过的餐厅 更牛的是连位置都一样 你们可以想象我那顿饭吃得有多堵心吧 全程脑袋都在放空状态 心里五味杂全 第二点回忆过去 人总是喜欢去回忆过去的事情 特别是在闲来无聊的时候 再加上你是个敏感体质 只要旁人说一下他的名字 你的脑海里都会出现很多事情 不知道他的近况 嘴上说懒得知道 其实心里特别想知道 哪怕是关于他的胖瘦问题 工作问题 其实最想知道的是他有没有新女朋友的问题 第三点 他告诉你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他 有的人特别见 分了手以后 总是在特别的日子会联系你 比如说你生日的时候 他发来祝福短信 过年过节的时候 总是凌晨祝福 也许他已经没有别的意思 但是这样的行为让人特别恨 有时候他喝醉了 又打电话跟你说些乱七八糟的事 你心里肯定又要难过好些日子 而他第二天酒醒了 觉得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第四点 心中还有你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原因 分开的时候却有太多的理由 有的人忘不了旧情人 就是因为心里还有那个人的存在 即使不可以在一起 但是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没有人能够取代 他忘不掉你 心里还装着你 别人无法进去取代你 第五点 习惯了对方的存在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男人对女人说 让我来保护你 别把自己活成个女汉子 学会依赖我的存在 时间长了 你已经习惯了对方身上的味道 习惯了有他陪伴的日子 可是突然有一天 这个人离开了你 你的生活变得一团糟 你成了一个失去自理能力的人 你哭了 但是那个帮你擦眼泪的人 再也回不来了 你幼得学着一个人生活 变得更加坚强才可以的 对你来说太难了 所以有的习惯一旦养成了 简直是件可怕的事情 所以你选择情愿一个人 因为不想再次受伤害 第六点 都是寂寞惹的祸 寂寞真的让人能够疯掉的 寂寞的时候就更容易去想过去的事情 过去的人 你寂寞就会想念你的旧情人 如果他现在能够回到你身边 估计让你做什么你都会愿意 女人最怕寂寞的 因为寂寞会让他们手足无措 不知道存在的意义 千万别让自己成了一个寂寞的女人 那样你会看起来老上好几岁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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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